最近有位网友来信 说他在很多军事节目里 都看见有人给妖物榴弹炮里 塞进去一种顶端带丝片小异的炮弹 据说这是一种制导隐性 能让飞行几十公里的炮弹百发百中 同时 该网友经仔细观察 发现这种隐性就是一个有丝片小异的铁风车 叶片不能偏转 只能绕着炮弹轴线旋转 里面没有电池 可随装随用 这位网友十分疑惑 想知道这个风车是如何控制弹头飞行的 该制导隐性的名称叫做精确引导套件 尺寸比普通155毫米炮弹的隐性长了大约7厘米 直接替换就能让普通炮弹变成精确制导炮弹 其构造也十分简单 就是一个锥体以及固定在滑环上的丝片小异 锥体内除了隐性外 还有一套由两个速率陀螺和三个加速度计构成的 惯性测量部件IMU 以及一个GPS接收机 二者采用紧密偶合的结合方式 构成了一套接连式卫星定位惯性测量装置 用来感知弹头在空间的位置 速度 加速度和姿态 由于贯导系统的积累误差 会随时间延长而增大 因此制导精度很大程度上依赖于GPS接收机的性能 所以每片小异里面都装了一个GPS天线 能稳定接收至少四颗卫星的信号 同时连接小异的滑环叫做发电阻尼控制滑环 能利用核弹体的相对旋转带动内圈的发电机 给它自己供电来实时调节滑环的刹车力度 外圈四片小异的其中两片安装角同向偏转 另外两片则互相反向偏转 炮弹塞进塘里后 首先会通过伸管上的外加电路 向PGK里的存储器 装定目标位置及弹道曲线等珠源 同时GPS惯性单元靠外加电源通电启动 建立导航测量的基点 随着轰隆一声 弹头开始旋转前进 两片安装角相反的小异 会被迎面气流推动 像风车一样带动滑环 和弹头反转起来 于是发电机开始发电 替代外加电源自行供电 炮弹出弹后 沿炮物线向弹道顶点飞去 此时小异继续被气流推动旋转 造成另外两片同向偏转的小异 所产生的升力方向不停地化缘 因此在上升阶段 这两片小异的平均升力为零 并不会明显扰动弹道 炮弹接近曲线顶点时 制导单元开始工作 陀螺仪加速度计和GPS的信号 被不断运算 以得知实际弹道和参考弹道的差异 并解算出弹头抚养 或偏航修正的角度 最后生成控制信号 发送给阻尼控制滑环 滑环通过增加刹车力 让风车减速 使小异相对低面静止 或继续增加刹车力 让小异与弹体同向旋转 也可以减少阻尼 让风车向对弹体反转 以便使生力小异转动到特定位置 产生对弹体的旋转控制力矩 但问题是 当小异生力向上时 弹体会抬头还是低头呢 而生力向右时 弹头会左偏还是右偏呢 从弹幕看 大多数人的答案令人感到舒适 当小异生力向上时 对重心的抬头力矩 会跟随炮弹 继续旋转90度才发挥作用 所以会推动弹头右偏 也就是屡次提及的陀螺进动效应 这让弹体出现了右侧滑角 于是受到继续偏转的气动力矩 那么根据陀螺进动效应再次推演 气动力矩需要继续跟随弹体 旋转90度才出现作用 所以最终推动弹头下偏 因此小异的生力方向和弹体偏转方向 几乎保持180度 正好是反向动作 所以这是小异生力与自选稳定弹头 在进动效应下横向偶合的结果 虽然小异可以控制弹体姿态 但也因此制造了额外的阻力 导致炮弹的射程比安装普通引信时 折损了10% 换来的是飞行30公里的落点源公算偏差 能保持在30米左右 如果GPS接收机信号良好 落点偏差还能达到10米左右 而PGK的重量只比普通引信重了一斤多 并且不用电池 能随装随用 保质期长达20年 所以成了战场上替代导弹精准打击目标的神器